再来中气层 最平流层 它叫中气层 大概80公里的地方 它又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了 因此又回到了跟对流层一样 高度越高温度越低 大概每上升一公里 下降三度C 你完全不用背 这件事情从来没有人考过 每上升一公里 下降三度C 这个从来没有人考过 你完全不用背 你最多就记住它下降的比对流层来的慢一点而已 对流层是六秒它三度C 但是下一句是会考的 它降降这么零下90度左右 这个是大气层的最低温所在 这个是会考的 请问大气层的最低温出现在何处 中气层顶 中气层顶 是大气层的最低温出现的地方 这个是会考的 三度C不用背 但是中气层顶是大气层的最低温出现的这个是要知道的 我知道的 但是现在不爽叫它热气层 但是现在不爽叫它热气层 为什么不爽叫它热气层到处 它用国中层顶说它一直向外延伸没有一定的范围 一定的界限延伸到宇宙的尽头都是热气的范围 人你上了大学教授可能会问大气层算到哪里为止 那时候你会有个理论方法说 但你知道那位大学以后是你这样不用玩 我们国中就是没有一定的界限 然后呢 这里的重点是它的空气非常的稀薄 所以有这一句 人道卫星轨道 在这边 你们现在暑假还没有上 开学之后上了 开学之后 上了牛顿第二运动 经历之后会教个圆周运动 会告诉你圆周运动需要向心力 向心力跟束缚配合的刚刚好 它就会造成一个圆周运动 那如果你会受到空气的摩擦阻力 你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小 当你的速度越来越慢 你所需要的向心力就会越来越小 但是你的引力还是一样大 你就会掉下来 会掉下来 所以你的人造卫星最后你会掉下来 因为它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然后就只有这边又拉进来 那我这里空气十分稀薄 就没有什么摩擦阻力 所以我就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因为活得比较久一点 所以人造卫星在此飞行 因为空气十分稀薄 那空气十分稀薄 大概后面的一句 还会影响到我后面要教的一件事情 这里有所谓电离作用 所以他讲过嘛 他这里会吸收宇宙射线 然后到下来打到他 他里面带一个电离作用 最早的电离层就是在这里发现 现在研究更多了 中气层的上面也有队也有电离层 所以你就不用管他了 就记得这里有电离层就可以了 那这个电离层呢 会反射无线电讯号 所以叫做无线电通讯 产生帮助或者是干扰 所以叫做电离层 然后这里的温度 跟太阳黑子有大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们前面教过 太阳黑子的树木 如果越多再要死离层 太阳活动就越均烈 那太阳就往外喷出越多 有的没有的 这里就会吸收更多有的没有的 温度就变得更高 所以太阳黑子的树木多 它的温度就会高 那后来它的温度就会低 上下可以插到一千度 所以它跟太阳黑子的树木有大关系 刚才讲过了 它以前叫做热气层 现在不爽叫它热气层 为什么 因为它温度很高 可是很冷 很怕 这什么奇怪的话 什么叫做温度高 可是很冷 这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 物理上 物理上 所谓的温度 指的是平均动力 各位 你们现在是属于温度低的 你们都在位子上面 动没有动多少 平均动力 就是运动动力 都很小 所以平均动力 不高 各位现在温度低 到超常打球 温度高了 这个温度高 如果跑得很快 动很大 OK 这里的空气吸收了宇宙射线 汹汹汹汹汹汹 每个都跑得非常的快 所以平均动能很大 所以叫做温度高 可是很冷 啥意思 想像一下現在冬天 寒流來襲 外面好冷好冷 我拿一個熱針器 往你臉上噴 我的熱針器噴到你臉上之前 熱很冷 冷得很好 一部熱對不對 加那個熱就打到你才覺得熱對嗎 可是因為這裡的空氣非常的稀薄 你現在站半天也不會打到你 可以嗎 站半天也不會打到你身上 因為空氣實在太稀薄了 所以如果你先不要考慮能不能呼吸的話 你不要把你放在那邊你會冷死 你會冷死 所以它一點都不熱 所以不爽叫它熱氣成 叫它增溫成 高度越高 溫度越高 剛才的這一段話翻成文言文叫做 單位體積熱含量很少 你拿一缸 你拿一缸空氣 這裡的空氣的熱很少 單位體積熱量很少 為什麼 我剛才前面講的那句話 這裡的空氣十分的稀薄 這裡空氣十分的稀薄 所以單位體積熱含量很少 所以溫度很高 可是很冷 所以不爽叫它熱氣成 把它叫做增溫成 可以嗎 OK嗎 OK 請寫課堂練習 一起喇弓 得饅 as 形été också